接下來的話,有關網路資料的擷取部分 就是剛剛提到,有一些部分你是可以用錄製的 其實錄製的話,在Excel裡面其實也提供一些從web 就是抓資料的一些相關的方法 那當然呢,它對應的當然就是 如果你想要變成VBA的程式 其實也可以利用那個開發人員這邊 其實有個錄製聚集,也可以把它錄下來 也就是說啦,我是覺得VBA的這個程式開發 其實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你如果不會寫的程式,是可以用錄製的 但是錄下來,錄製聚集這個部分 當然還是需要有一些地方還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其實如果你,假設錄製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你錄了 它其實就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那也就是說你不能做一些不對的動作 因為不對的動作,它也錄下來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錄下來的東西,很多的程式其實是多餘的 比如說像有些預設值啊 它也幫你寫進去,所以變成說錄下來的程式碼會非常冗長 所以像我,因為我錄的經驗比較豐富一些些啦 所以我可以看懂說有些地方其實程式不需要,所以我會把它輕減掉 所以喔,其實像那個我們在雲端上面的那一段程式嘛 各位可以找到在講義裡面喔 所以喔,請各位找到那個講義,我剛剛有秀那個網址 裡面的第12頁,所以你往下,捲軸往下,這邊會顯示第12頁 那這邊會有一個Sub開頭,然後結尾是EndSub 那跟各位講喔,以後呢一支程式喔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就是Sub開頭 名稱叫什麼,然後EndSub是什麼 就是頭跟尾,記得你要知道在哪裡 然後呢,一般對應到的就是一個按鈕名稱啦 所以按鈕的名稱就是住宅切到下宅 那請各位把這一段程式碼Ctrl-C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如果你有學過VBA,你應該知道貼哪裡 可是如果你沒學過也沒關係啦 只要記得第一個開發人員的VideoBasic 不過呢,開發人員可能喔,不是每一台電腦預設都打開的 所以如果你沒學過VBA的話,請記得喔 把上方有個小小的箭頭 如果你沒開發人員的話啦,如果有的話就不用了 箭頭其他命令,找到自訂功能區 其他開發人員記得把它打勾 OK,這個一定要打勾才會顯示 所以 箭頭其他命令,自訂功能區 開發人員 那再來的話呢,記得喔,把開發人員點開來之後 找到VBA OK OK 那你會發現喔,可能你點開來的話 跟我也許長不一樣,也許他長得太大了 那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是把它稍微比例縮小 大概 讓他可以浮動在Excel上方 這樣是最合一的,為什麼 因為呢你如果把Excel擋住的話 你就不知道說你程式執行之後 到底結果對還是不對 所以我的習慣是讓他浮動在上方 OK 然後呢再來喔,記得喔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在 專案 這個面板這邊 的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 他會出現插入模組 OK 所以喔,將來你要 程式要貼上的地方喔 記得 一律貼在模組上面就對了 OK喔,但如果沒有模組喔 你就要把它產生一個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貼上 Ctrl V貼上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一段程式基本上有兩個地方需要修改 第一個的話就是他的網址 他的網址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分號的後面 雙引號的前面喔 所以記得網址貼到這裡 第二個要加的就是他的那個編碼方式 如果呢 他的編碼 他那個 資料假設是 這個編碼是 Big 5的話 那就是950 那如果是UTF8的話呢 那就是65001 理論上應該沒有第三種啦 目前好像看到主要就這兩種 那至於哪一個是正確的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這個資料上面的敘述 那如果 假設又發生亂嘛 沒關係你就改一下嘛 反正二選一一定會選 亂槍打鳥一定會打中嘛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那個 要下載的那個 那個 網址貼上 那在哪裡呢 其實剛剛我們有搜尋過那個 開放資料 所以各位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的那個 剛剛這個連結 這個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下載檢視資料裡面的這個網址 不過跟各位講 台北 除了台北市政府之外 其他你複製這個區塊的程式碼貼上都OK 但是唯獨是台北市政府 他的連結 好像他有改成是 所謂的attachment attachment就是把它變成一個附件檔 而造成我們用爬蟲抓取的失敗 所以後來我想了另外一個方法 折衷 因為下方也有一個可以 抓那個csv檔的一個連結 他在哪裡呢 記得在 下方的csv 請你按滑鼠右鍵 他這邊一樣會出現複製 連結網址 請你點選這個網址 點選這個功能 所以特別是 打開之後下方的csv 找到複製連結網址 那就是這個csv 它檔案的路徑 所以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OK 然後接下來請你把它貼到程式碼裡面的 這個分號 跟雙一號之間 不要貼錯了 貼上之後理論上不會有紅色的字 如果你貼上之後有紅色的字 那表示你貼錯了 你可能再檢查一下 如果OK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軟軟看 這樣 理論上 那因為我這個地方的程式第一行 他是 把整個工作表內容都清空 再重新下載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編碼方式剛剛好像看到是950 不過我先改950看看好了 OK 那我先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或者你可以按F8 按F8 清空 F8就足行的意思 然後清空 再來的話呢 跟他講這個網址 然後呢 因為csv是豆點 所以是用 common 格開的 是不是 是 True 那編碼方式是950 那refresh 是去抓資料 如果你網址沒正確 那理論上是抓得下來 OK 那這個時候會變動 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是亂碼 OK 那跟各位講 如果亂碼的話 我剛剛提過 如果亂碼 沒關係 你把這個編碼方式改另外一個 就65001 顯然他那個網址 背後給的是 UTF8 而不是 這個big5 所以我們把它 再一樣清掉 再用65001 下載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很順利的 幫我把資料 給全部 爬下來 OK 所以要利用這個爬蟲 就可以很快把csv的檔案 快速的爬取下來 所以他裡面基本上 最重要是靠這個東西 叫做 Query Tables OK 顧名思義 他其實有點像什麼 查詢 表格 也就是說 因為csv中間加豆點 其實有類表格的概念 所以利用這個方法來抓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還需要增加 兩個欄位 這邊增加一個年 這邊增加一個區 可是 當然你 如果假設你希望說 老師我不要一半了 我希望全部通通都完成的話 那當然你還需要在這個 底下 再加一個什麼 加個插入欄 當然你可以直接寫在這個and with下方 不過我的習慣是 我乾脆另外寫一個 寫一個sub好了 sub的話 另外寫一個程式 叫做 不用打一個sub 如果我想要再加入那個插入欄 一個是年一個是區 所以我就插入 這邊加入一個插入 叫 插入 欄 好那如果你要增加一個sub的話 很簡單 開頭sub 空一格 然後直接 Enter就可以了 VPA會自動幫你增加後面這些東西 你只要把程式寫在這個中間 我一般習慣按個TAB 然後他縮排到下一階 我們剛剛有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個是在D欄插入列 然後在 這個儲存格 D1上面輸入 那個欄位名稱 然後再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 基本上這四個動作 其實就是四行程式 所以如果你們要找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雲端上其實 也有 可以參考的 我就不重寫了 基本上在這邊 插入欄 然後 前 前面的應該是從 這個是多 應該是 從 從上面這邊 算下來 這個應該在下面 那所以呢 這四行有沒有 Ctrl C好了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 來講解比較快 那把它加到這裡來 那你會發現 如果這四行假設執行的話 第一行 主要是利用那個 VBA裡面的一些物件 那藍的話就covers 儲存格或範圍的話 那就是range OK 所以你會發現 在D欄的地方 所以按F8好了 D欄的地方插入一個 新的欄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行執行 這邊就多了一個空白 然後呢 在D1的地方 加入年 的這個名稱 所以把年 放到 D1裡面去 然後把底下的公式 所以這個公式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寫的公式 放在D2 然後讓它自動向下填滿 就是這一個 填滿從D2一直向下填滿到最下面去 這樣就ok了 那所以呢 其實同樣的道理 區的話呢 其實也是同樣的方式 所以假如說呢 你懶得再 再重新自己 重新打過那些層 你甚至可以把這四行有沒有 把它Ctrl C D1 然後直接拿來底下這邊改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把它貼到底下 那改的方法就是一樣嘛 就是在這邊加入個區 所以一樣是G 所以這一欄是G欄 然後在G1的地方輸入什麼 輸入區 所以也只貼了之後把它拿來改好了 區 然後公式的話呢 放在G2 公式名稱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MID 我用改成MID的 最好如果你記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 把剛剛打的公式貼過來也可以 然後針對是F2的這個儲存格 取得地址 然後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 中間大家逗點 這樣就ok了 向下填滿也是一樣 從G2 向下填滿 填滿的範圍就是從G2 一直貼到G的最下面也列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把這個程式往上拉 箭頭往上拉 那程式就會倒車 ok 就倒回來喔 我寫 所以其實你可以一邊寫 一邊再去run它 按F8 那你會發現插入一欄 那你會發現插入一欄 不過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插入欄的話喔 它會 複製前一個欄的欄寬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G欄的欄寬非常的寬 這麼寬 因為它會跟F欄一樣寬 所以等一下會需要做一個動作 把G欄再調回來 ok 所以這個欄寬有沒有 這個欄寬太寬了 所以理論上我希望再把它調整成大概寬度喔 大概只要留大概多寬 大概10左右就好了 那怎麼樣去調整這個欄寬喔 或許你們可以再加一下 然後 這個我把它再 再假設拉回來 剛剛一樣的狀況 那我等一下用程式方式來寫 加一個區 加一個公式 向下填滿 那我如果希望把欄寬拉回來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在VBA的程式撰寫 蠻多蠻直學 像 哪一欄 G欄 就是Cullens 刮鬍裡面是放哪一欄 OK 然後欄寬的話呢 他有一個固定的寫法 叫做欄寬 叫做Cullens 沒有加S喔 這個是欄 寬度的話就Width Width CullensWidth就寬度 那寬度等於10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欄寬調整一下 所以這邊喔 如果我把它 寫完這一行 我把它再按F8 run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藍寬 就會自動改成10 那至於多寬 有的時候你可以 游標放在上面 拉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他這個地方 上面會顯示 他藍寬的數字 如果你覺得 10好像太多了 你想要再調整窄一點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再變更 他裡面的數字啦 OK 好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產生了 我們剛剛的 這一個 程式的 那最後當然呢 我希望把 二合而為一的話 那最後呢 我建議各位 乾脆在這邊加一個 就 住宅切到下載之後 End Sub是結束嘛 在結束的上一行 呼叫插入欄就可以了 所以你打一個call call插入欄 意思是說 你下載完之後呢 那也順便呢 再加入什麼 加入這個 兩個欄位 一個欄是黏 一個欄位是區 好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跑一次 給各位看一下 那OK之後的話呢 一樣我按F8好了 這樣比較 先清掉 所以 sales.clear就是 clear 就是把這個資料清空 然後下載資料 下載完資料的話呢 插入欄 有沒有就是 第一欄是年 然後第二欄是 這個 區 OK 然後 再把它欄寬調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最後如果你想說 我希望在這邊 再增加一個按鈕 也就是按下去自動 可以讓他 做完剛剛的事的話 那其實呢 你可以最後呢 再加一個插入 在開發留言下方有個插入 這邊就有按鈕了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sub 變按鈕的話呢 點選他 拖拉這個地方 往右下角拖拉 放開 他會問你說 你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呢 要執行哪一個sub 那就執行 住宅切到下載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你按確定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他的按鈕名稱 他不會自己帶過來 所以我習慣 會複製那個名稱貼到按鈕上面去 這樣就ok了 好 那以後的話你就不需要說 還要再切到visual basic 然後去 去執行他 而是直接按按鈕就ok了 不過呢 最後 這個按鈕做出來的話 還會有一個地方 會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他剛剛我們有插入年跟插入區 那按鈕呢 會有一個問題 他會隨著儲存格的 寬度 改變 而移動他的位置 所以我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按一下他 他有在跑 有沒有 清掉資料 然後插入兩欄 可是插入兩欄之後呢 按鈕就不見了 為什麼 其實因為 插入兩欄 其實他是跑到右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這邊 那怎麼辦 講說老師那我還要再把他搬回來嗎 ok那下一次怎麼辦 下次按他一下他又跑到右邊去 那這樣永無止境的移動 所以教各位一個方法 最後如果你希望這個按鈕 加了之後不要亂跑的話 請特別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這個按鈕上方按右鍵 找到有一個叫控制向格式 把他的栽要資訊 修改他的設定 他原來預設是大小位置隨除成格改變 那意思可以理解 他插入藍了 他就擠過去 ok 那你只要改成不要 不隨除成格改變 按確定的話 那我們來跑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有沒有 ok 他不會動 好那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重點 再提示一下 這兩段程式 其實雲端上也都有 尤其是 第一段的部分 其實是從雲端上面負貼過來 然後增加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呢 我是從 台北市的這個住宅切到按鍵下面有個CSV 按右鍵 複製連結而來的 然後其他部分的話也許請各位再試試看 ok 然後 我們待會 這個ok了 再來第二個就是 按下按鈕 產生 這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表 樞紐分析表 一個是樞紐分析圖 那怎麼做待會再來看